为了补足兵员缺口 招募员不只要办活动 涉谈募兵 更有人利用网络哭措发文 又是美女牌 又是佛系招募员 虽然成功引起讨论 却让国防部面子挂不住 下令严禁官兵用轻条文宣招募 现在我们要求 基层的营连级回归战训本物 也就是做我们战备 应该要做的这些训练的 这些相关的事情 以后国军官兵 不能在街头宣导摆摊 避免让军人看起来像直销 反倒是高阶将领 要尽量走入校园 说明从军理想 或者是与大学合作 利用免学杂费等诱因 吸引青年学子从军 应该还是有实体的东西可以看吧 因为你文宣 文宣你会 你看一看你一直笑笑 跟你还是会有一种 搞不好会被骗的感觉 那广告很有趣 对 就是看到佛系 就觉得说很有趣的广告 会吸引你注意 但是当兵的话 可能就是会再考虑一阵子这样子 国军形象要顾及 但就怕从军人数上升缓慢 国防部又出新招 规定在军校大学教育 因为学业不佳 遭到退学的一二年级生 可改申请军事相关大专院校就读 遭到质疑 这么做是烂于充数 郑旗生入海空政战学校 他的退学生 如果到各军种的专科学校 他还是一样要经过入学考试 相关的这些阶段 当然在这个里面包含他的品德 相关的这些 我们在招生的简章里面 都必须要符合这个资格 国防部澄清这个机制 跟一般的教育体系一模一样 并没有降低品质 面对军力缺口国防部花招百出 但如果能解决最基本的国军尊严 薪资待遇 或许募病工作就会轻松许多 华文新闻 赖伟凡黄云成台北报道